王小飞真的很出名 不仅因为年轻的时候与张雨琪恋爱过 后来娶了台湾女星大S 更加让她被贴上了成功人士的标签 不过自从大S主动要求与王小飞离婚后 王小飞的人设也多次被颠覆 5月28日台媒曝光了 王小飞与某女网红在KTV的亲密照 其中一张照片一个疑似王小飞的男人 将头靠向女网红 女网红伸手摸头表示安慰 另一张照片中男子低头跪地 似乎是与女网红接吻 画面相当模糊 其实看不清楚男方到底是谁 可是从背影、发型、侧脸去判断 的确和王小飞有气氛相似 另外女方的身份则能够轻易地认出来 她就学于王小飞传了很久的绯闻 被王小飞的妈妈张兰骂作臭虫的张某 如果照片是真 那么王小飞的确是婚内出轨无疑了 难怪大S主动提出离婚 因为不忠诚的男人养着也是白养 反而还便宜了外面的女人 台媒曝光了王小飞的KTV亲密照后 还发文海话大S妈妈 称淡初大S妈妈将王小飞当成儿子来对待 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该媒体还对王小飞的妈妈张兰喊话称 正面照也有 如果张兰阿姨需要的话 在直播中喊一声 我24小时之内就会为你奉上 言辞之中充满肯定 看来媒体真的是有实锤 才敢放出这些证据 最后媒体调侃张兰 就怕你的心脏会受不了 在人证方面 媒体称 王小飞姓秦的司机最清楚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知道事情经过 如果有人不相信 可以去询问一下秦司机 大S离婚不冤 如此看来 再加上大S早前表示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的态度证明 大S之所以和王小飞离婚 最根本的导火线 还是因为王小飞婚内出轨 才导致大S下决心分开 要知道王小飞与大S 足足结婚11年 生下两个孩子 这样的婚姻 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 变得乏味起来 虽然大S保养的不错 可是最终还是比不过年轻的女望红 特别是两个人在长期分居情况下 王小飞作为正常男人 也是有需要的 总不能够每一次都像抢红包一样 拼手术 所以呢 一个年轻的女望红 在适合的时候 恰巧出现在王小飞的生活中 导致后面一系列事情发生 最终也让大S忍痛离婚 并且为了弥补离婚带来的痛苦 她决定了和旧爱聚聚夜复合 并且闪婚 让人意外 不得不说 王小飞与大S这场闹剧 的确已经闹了很久了 可是不料每一次都差不多要消停的时候 总有新鲜的猛料爆出 好像有人在有意地维持这件事情的热度一样 而无论是大S方还是王小飞方 都没有拒绝这样的话题带来的流量和关注 反而一边拒绝一边很享受的接受这个过程 特别是王小飞和妈妈张岚 总是时不时的直播 一鸣惊人 让人对于这一对母子感到佩服 对于王小飞与女网红的亲密照 你认为是真的吗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谈命为大S打抱不平 指王小飞婚礼出轨 喊话张岚 有正面照片可见 台湾媒体为大S打抱不平 在社交平台直言 真是奇葩的家庭 表示S妈一直对媒体称霸王小飞 我视她为半个儿子 还是很爱她 而人家王小飞却和外遇对象出游野餐 声称看来很多事情被埋在谷底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处理这件事情上 这一波大S妈妈真是老恋 在外给足了自己面子 王小飞面子 但张岚女士却是落人画饼了 她表示有媒体拍到王小飞和张盈盈同居 但张岚女士却在直播时 说那个图是批的 还要狗仔报上大名 她说自己忍无可忍 如果张岚女士要说野餐没有铜框 硬要说批图 那这几张最照是 台媒体人还直言 张岚阿姨您还问广大网友 如果老婆给你戴绿帽怎么办 那您应该先回答 如果儿子婚内出轨外遇了怎么办 或许如果老公不忠 外面一堆女人怎么办 还说张岚阿姨 你应该会说这只是背面吧 如果您要正面 我有 您直播的时候说一声 我24小时内为您奉上 我的天 这个人其实跟她有关系吗 她这只是纯粹的一心热血吗 我真的怕您心脏受不了 如果你以为身边女人 只有和您一起爬山的张盈盈 那表示你儿子王小飞 没有和您说实话 以前张盈盈也说过 王小飞有很多女人 照片是婚内之事 画面中的女人我应该不用介绍了 王小飞的所作所为 身边那位性情的司机应该很清楚 看来王小飞的情况 爆料人掌握得非常清楚了 还有别拿律师告人来吓唬人了 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知道很多镇商名流 就算明知自己理亏还是要告 为了让媒体记者害怕 不敢再找麻烦 很抱歉 我不吃这一套 如果只是普通记者 或者媒体人 口气应该没有这么大 此人一副求垂得垂 看不得张岚女士 保护儿子的态度 看不得王小飞 树立好爸爸人设 或许也是想一次性 给大S把离婚过错方 这个名声拿下来 在所有事情没有明了之前 大S和去军业的结合 一直也是受台方的热情报道 而韩国那边也是祝福不断 去军业出来工作 也是受很多人的追捧 看得出来非常喜欢大S和去军业 王小飞太小看大S了 他如果是做错了事 要么就应该跟老婆和家人 以及小三谈好 要么大家私下处理 要么就像大S一样 果断的开始新的恋情 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他却没有搞定任何人 连张盈盈也一直在扯他后腿 说王小飞有很多女人 这个女生很喜欢秀身材啊 拍照要么就是戒身 要么就是拍照各种扭身材 一方面刚离婚时 他又立好父亲人设 还点赞别人说 王小飞这么好 大S怎么舍得离开 这种话 唉 自己作死 这连累母亲张岚女士被人喊话 奇怪 爆料人为什么不喊话王小飞 而是喊话张岚女士呢 那是他儿子 他能怎么办 先不论S一家人在台湾的地位 大S的干爹是台湾的大佬级别人物 得罪媒体人对王小飞这个不在娱乐圈工作的人来说 如何能操控娱乐风向呢 他和妈妈张岚女士练自己创办的公司 翘江南都把握不住 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娱乐圈 还被人爆出给张盈盈买豪车 以前那些说王小飞对待S大方的报道都显得非常打脸了 王小飞和张岚女士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上一次张岚女士被王思聪喊话 现在又被人喊话 一个儿子婚前一个婚后 王小飞不说别的 这么大年纪了 你作为儿子 为母亲也惹了不少事了 且看后续王小飞和张岚女士如何回复了 让我看起来